孟伯 你怎么会有这么一个黑包啊 这个啊 一破瓷瓶子 扔那儿了 你怎么乱扔东西啊 那种花瓶呢 你给给我看看 花瓶 什么花瓶 你 这上回在北京呢 厕所梦号 我给你那个纸条 让你把那个花瓶给找上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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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上这个就上这个 挺好挺好挺好 好 吃饭了 熟悉没有了 随便洗手啊 熟悉没有了 老婆 干净的 老婆 这小子 气性这么大呀 走 走 好嘞好嘞 你马上去 老婆赶快来 好爷们儿 这么大的气息 我马上去您别着急啊 好 好 適合 马上您问一下 这东西多少钱啊 怎么 想要啊 五万 这 这东西五万块钱这么贵啊 这可是问你要了个开张价 这是宋代的青花瓷 别动 碎了你可赔不起啊 你不是开价五万了吗 碎了我赔你不就完了吗 我这儿有一东西跟这差不多 你给看看 行吗 行 你算是找准了 我叫张一眼 什么意思 一眼准哪 不啊 有句话说前面 请给我五十块钱到鉴定费 行 你让一看看 看好啊 我肯定给你五块钱 行 来 来 不可能这样 不会吧 什么不会吧 这东西值五万吗 五万吗 何止啊 哎 那值二十万吗 哥 这东西我可能看不准 你还是找别人看看 不是 你回吧 你给我看看这值不是二十万 这东西要是对的话 别说二十万了 上千万呢 啊 真这么贵 你得给我看看 不是 哥 我可能看不准 你还是找别人看吧 啊 你回吧 您回吧 这不是也没人在家等你吗 干吗呀 干吗那么着急回来啊 陆颖伯克你闭嘴 有你这样的吗 吃得饭好好的人影就没了 我告诉你 咱们俩已经离婚了 好那个时候你说了 你说不能跟你爸说离婚了 怕他相信好不告诉他 但是今天是你儿子生日 对不对 你还把生日给忘了 都没有关系 我就带着你迷大家的 做了那么多的饭 怕你不说话你就走了 你干什么呀你 有你这样的吗 不是我这平 我告诉你你平这么平 你平什么这么做呀 我觉得我当时就瞎了眼了 我第一天认识你就没好事 好嘛 第一天认识你就把我们家徒房烧了 怎么还讲你这事呢 这事怎么了我告诉你 你完了是吧你 我觉得我妈就瞎了眼 还让我嫁给你 嫁给你嫁给你 我干吗要嫁给你 你想打架是不是 你这么倒霉啊我 我嫁给你啊 我嫁给你干吗 冷静东西 你真清楚你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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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呀 你干吗 我干吗 我干吗 你都没完 我干吗 你 又何 这次谢谢你了 部长对一切都非常满意 举手之劳嘛 我特不明白 你们那个部长吧 没什么病 要住院 住了院吧 还弄了一个什么工作区 怎么回事 这也是不得已啊 现在啊 市委大院马上就要拍卖了 是非马上要签到东面去吧 真的都签 当然了 这大楼都快盖好了 很多项目呀 就在东面启动了 所以现在找部长班师的人 特别多 躺在这儿也能避一避 所以啊 还得麻烦你 挡一挡那些看望部长的人 你这不平白 增加我的工作量吗 行 回头啊 给你审批个 这个补助啥的 我跟你开玩笑呢 对了 很多人都要在东边投资呢 你不考虑一下啊 我 对对 我知道 你啊 瞧不上那些做生意的 不过这次是个好机会 也许我能帮帮你 不用 你还坚守啊 等一下 我开车送你回去 我真希望有好多事情 根本没有发生过就好了 醒来就像做了一场梦 所有的痛苦都是梦 那要像你这么说的话 当初 我爸过生日 我不给他做泡上的就好了 那样也不会 把你们家的房子给点着了 那当初 我要是不跟着张美丽 去你们那个大院 找那个什么李主任 要求赔偿就好了 你不会认识 你不会认识 当初 没想象军 跟爸我打完假 我不找你去就疯了 其实你来我们家找我也没什么 原来是不跟你缝扣子就好了 是吧 当初听你的 不管为宝华他们开公司就好了 那我当初要是不开精品店 跟你去开公司就好了 我会让你疯了 我还要不得缝扣子就好了 是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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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